大道城 大道城 大道城是一個人文體驗很豐富的地方 那今天我們來談大道城 我可以引申到一個美國詩人的遺跡詩來做一個詮釋 你看到的蕙蕙就會產生了記憶 有了記憶你就會有歷史 那今天我把蕙蕙改成老街 說你看到了大道城的老街 你就會興起了所謂的記憶 你從記憶中你又會解讀到整個的歷史 我們應該從很多的層面去看 比如說現在的貴德街日記才叫做港庭 那這條街在清朝的時候 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個所謂的一個洋人運動的一個活動的一個區塊 那我們今天看到的永樂庭就是現在的迪化街 它是大道城的第一街 它當然有很多的一個商業機制的一個運作 讓大道城能夠廣送人家的一個注意 然後我們就看到在過去的那個太平庭 就是現在的圓名別路 它等於是在台灣靜太史運動中 它扮演了很多很多很重要的角色的故事 所以我們今天了解大道城 不應該是從很浮面的 所謂的以前的一個年貨大街 或是現在的很多把它當作一個文創的市集 我們應該把視野當得更大 去了解大道城 你可以揣摩到整個台灣靜太史的一個很重要的輪廓 從來自稱之間的永樂庭 在對付大道城的解鑼 讓現在一隻有些一條一條文哲 有的一條文哲者 跟他打火去訪者 對付大道城的委員工 藉民心頂商場 但是我們今天總共有的